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目前的民调后来居上 最新一份民调数字 坐二望一 尤其掌握了空战优势 获得最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努力发展自媒体之外 他也制作图卡 迅速回应时事 前立委郭正亮也认为 柯文哲的网络声量 目前是最强的 但是最近几天 却遭遇到挫折 因为演艺圈 MeToo风波不断发酵 网络声量的前三名 都是黄主角 医生我该怎么办 那只能求佛了 跟着节奏摇摆 柯文哲大秀舞技 跟风抖音最行 誓言版求佛舞 关键就是要瞬间 换上整套的阿伯装扮 制造反差 而柯皮就是阿伯本人 完全没问题 和网红反骨男孩 拍摄短影音 在一创话题 柯文哲空战能力一流 一让他收获不少年轻族群选票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 却提醒最近柯P危险了 柯文哲最近几天受挫折 因为黄子焦前三都是黄子焦 MeToo信骚风波 从政坛烧进演艺区 没任意报公 占媒体版面 实际看看影音平台 发烧影片 前五名有三个都是黄子焦 柯文哲已经调到第六名 因为我们的 content很强 也就是柯文哲主席 他其实是对各种的议题 他都非常愿意合作的 民众党是一个小党 不得不发展自己的自媒体 美金党则经要 柯文哲将重启服貌 危害台湾经济 柯正英立刻找出太阳花学运 当年的影片澄清 柯文哲是反黑箱 不是反服貌 跟反强赖清德 突然抛出补助私立大专院 受学杂费 战院再加码 高中值学费全免 是最偷懒的 大撒币政策 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大撒币 然后开始抹黑抹红 最近开始翻找柯文哲过去 所有的言论 拿来逐条的审查 非常非常的用心 加强空战部队攻防战力 掌握社群资源 自己创造神亮 这回到李明洪台报道